这个老头真厉害 年近70的他 不顾家人反对 又娶了一个30岁风云犹存的女人做妻子 真不知道老头每天都是怎么补的 都70岁了还能如此勇猛 老头叫做德叔 他是一个社团老大 由于年龄太大 所以他现在隐居在幕后 而帮派中的事物 于是就全交给自己的小妾 阿兰全权处理 很快在阿兰的经营下 帮派很快走上正轨 所以这几年前虽然少赚了一些 可是这样能让一家人平平安安 可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 就被在国外回来的小女儿小美打破 很快家族就遇到了最大的危机 小美这一次回来 不仅是看望自己的哥哥姐姐 更重要的是 要把自己交的男朋友 介绍给家人认识 德叔虽然儿女众多 可是他为主就疼爱这个女儿 因为这个女儿乖巧懂事 也因为是自己60岁时生出来的宝贝 为了让女儿感觉到隆重 于是他就把家里所有的人全都叫了回来 一同看看小美的男友 可是大哥却不紧不慢 仍旧还在逍遥快活 二哥因为在外面打架也没有回来 虽然错过了家宴 但是两兄弟晚上回来参加了会议 原来是社团最近经常遭到威胁 而威胁他们的人正是严家 严家想要把他们吞并一家度大 面对这件事情纵然出现了分歧 有人说直接和对方干上一家 也有人说和平的解决这件事情 德叔听到他们的意见后 最终决定要和对方和平解决这件事情 虽然德叔想要和平解决 可是严氏兄弟并不这么想 就在这天晚上 德叔来到剧院看戏 二哥把剧院前三排的位置全都抱了下来 可是刚刚落座 二哥就察觉到不对劲 于是二哥和三哥就时时刻刻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虽然两人非常谨慎 可是他们却好像疏忽了台上的演员 就在这时 只见台上的人突然掏出一把手枪 对着得出就是一枪 顿时让整个剧院乱成一片 就这样两方连马一场混乱 最终三哥为了救父亲和二哥不幸身亡 而二哥此时已经顾不上弟弟 赶紧带着父亲离开这里 可是他们的车子还没开出去多远 只听一声爆炸声响起 夫子俩彻底领了盒饭 可是他们此时还不想收手 又瞄准正在风流的大哥 就这样大哥也被自己的情人送去领了盒饭 如今整个家族没有一个男人 只留下一群寡妇 在前几天还是一群老爷们在一起开会 可今天就变成了一群寡妇 可是这群寡妇也并不是那么好惹的 就在关键时刻大夫人站出来主持公道 虽然她吃在念佛多年 但是这个仇不能不报 不用想也知道仇人就是严实那两兄弟 而三嫂和小妹的脾气最为火爆 在得知出人后 弟们就想召集人手转眉复仇 阿兰看到两人冲动的样子 赶紧将他们拦下 既然复仇就必须出事有名 还有我们这边没有男人 整体实力总是弱了一些 如果贸然前去 肯定会一命呜呼 想要报仇就必须先安抚好下面的人 而大夫人一直身在佛满 不知道江湖上的事情 于是就让阿兰继续执掌社团 在开完会后 二嫂由于担心小妹的安危 于是就拿出一只手枪让她防身 而旁边的男友则是以他们两人 不会用为由 还给了二嫂 听到她的话 二嫂立马就对她起了疑心 再看到大军半夜出门 二嫂就偷偷地跟在她的身后 在干了一段路后 大军果然来到严实的地盘 为了拿到确凿的证据 二嫂就跟着大军来到大厦 这边三嫂和小妹 也不顾阿兰的命令来到大厦 为惨死的丈夫兄弟父亲 报仇血汗 虽然两人一见女流 可是两人的功夫可不是盖的 直接从一楼杀到顶楼 来到顶楼 姑嫂两人直接闯进办公室 让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们在这里居然遇到了大军 此时两人才发现 原来大军才是奸细 怪不得哥哥父亲 那么准确地被人杀害 可是女人的天性 看到不如意的事情 先是破口打马 早就忘记自己还有一身白领 就在这时 旁边的阎老大 突然踩动机关 直接给小妹来了一枪 接着两人就被打成了马蜂窝 而已经跟大军来到的二嫂 将这一幕全都看在眼中 二嫂知道自己不敌 于是准备回去叫人 不成想被人发现 直接给了她一枪 这一次又折损了两人 二嫂福大命大被救了回来 可是却因为击鼓中枪 成为了植物人 当二嫂看到大军的时候 两只眼睛死死地叮嘱她 可如今她根本没有办法开口 之后阿兰就找到小美巡外 大军的身家背景 小美告诉阿兰 她和大军是在大学相恋相识 自己根本就没有问过她的家庭情况 在听到小美的回答后 阿兰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阿兰知道 现如今还不是把奸细抓出来的时候 由于接二连三的出事 社团里的人有些躁动 于是阿兰就亲自出现 来挽住下面的兄弟 可是阿兰也知道 如今德叔和三兄弟全都不在了 下面的兄弟肯定不会服自己 于是阿兰就将高层召集出来 让他们说说自己的看法 其中老李感觉 老大和他的儿子们全都死亡 如今的社团可以说有名无实 早晚都会解散 不难看出老李的话 就是选一个老大出来主事 阿兰听到他的话并没有揭查 而是搬出去市的德叔 接着阿兰又说道 之前你们全都是靠着好用东海来度日 是德叔把你们汇聚到一起 拧成一股绳才组建成现在的社团 所以出来换都要讲义气 如果德叔知道自己死后 你们就开始闹腾翻家 不知道他会不会气得在坟里爬出来 阿兰的一番话立马就感动了所有兄弟 这时老王直接站出来说道 小嫂子我第一个支持你 如果谁要是敢不讲道义 就是跟我过不去 就这样阿兰凭借自己的能力 暂时让社团稳定 之后阿兰又将严老大约出来谈判 阿兰说道 他们可以坐小 和严家三七分账 他们拿三严家拿七 听到他的话 严老大一脸蒙圈 然后就问到阿兰 为什么要和自己合作 为什么不为他们报仇 阿兰也爽快 直接说道 如今的形势对自己不利 所以付不付仇无所谓 我们都应该一切为了利益 接着阿兰又说道 加盟之前还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说出你们 安插在自己这边的奸细 在得到答案后 阿兰立马就叫人前来开会 当所有人来到时 大夫人就说了一个故事 她说道 德叔年轻的时候 曾经和一个叫做老徐的人 是结拜兄弟 他们两人那时去到泰国 做一些见不得人的生意 可是两人却不小心 被当地警方抓获 于是德叔就拿出钱台 收买当地的法官 可是法官却只愿意 放他们两人启动一个 于是德叔就暂时离开 并且还答应老徐 自己一定会回来救他 可是出来后的德叔 却忘记了自己的承诺 一个人逃回了香港 慢慢的德叔的社团越做越大 由于害怕老徐出来后 破坏自己的名声 于是就直接找人干掉老徐 这些年来 德叔时常被噩梦惊醒 在说完后 大夫人直接问到大军 为什么要帮助老徐 听到大夫人的话 大军顿时吓了一跳 立马就说到自己没有 看到想要狡辩的大军 阿兰这时出来 又把颜老大的话说了一遍 看到自己暴露 大军只好说出自己 就是那个奸细 小美看到奸细是男友后 于是就开始质问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 大军也不再隐瞒 直接大声说道 老徐是我的父亲 所以我替我爸复仇 天经地义 阿兰在看到小美有些心软后 直接扣动扳机 送大军领了盒饭 之后 阿兰又把严实兄弟 约出来谈判 可是当他们来到后 却只有小美一个人 在看到对方 仅是一个小女子后 严老大就让他来到车内 不承想小美早就计划好 用戒指当案器 直接要了严老大的命 接着开动车子 离开了这里 兄弟们见状 立马就追了上去 不承想被小美 引到埋伏的地点 也就在这时 一群女人突然出现 直接就对他们一顿射击 就这样 严实兄弟败给了一群寡妇 在复仇完毕后 阿兰把社团解散 因为他知道 江湖上的腥风血雨 最后阿兰送走小美 电影也到此全部结束